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每一年我们看学生校的运行呢 不是算这个神杀怎么简单 我的学生校里面有为学生校起挂的 起挂就是易经的挂 有根据我身边学生校的人 他们的运而且他们的状态 做出评论 所以我的运行书里面 大家详细地看 一定跟外面所有讲学生校都不一样 原因我不是搬至过止的 把这个神杀搬过来 里面是经过很多的历练 很多的想法 而且根据research来写运行书 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打算跟大家讲一些另类的东西 譬如说讲羊 我就要跟大家讲 羊这个位是所有木头盘金之地 盆根就是一个树木的根 它怎么可以盆在地下 就是靠位 所以树羊的人 永远有一个优势 就是什么 就是所有人见到树羊的人 都愿意跟树羊的人做朋友 因为树羊的人 第一 他是有奉献的心怀 因为你看树羊一只羊 他一定把身上的羊母 割下来给你穿衣 树羊的人在校训 会下来割来来的 所以树羊的人都有一种 牺牲自己奉献别人的一种潜在意识 所有树羊都有的 很奇怪 所以树羊的人 他是你盆根之地 就是意思就是说 是一个归书 是一个令到你感觉安全感的人 但是树羊他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神经衰弱境的万简 树羊的人一定很多烦恼的 所以在我过去碰到 所有树羊的人 他们都是强开心的 扮出来的开心的 他们都不开心 因为他们不开心 所以做成 他们是好像林黛玉一样 多愁献感 就是特别的敏感 就是树蛇的发生任何一个烦恼 三天之内要了断 树羊的人没有烦恼 都找三天的烦恼 结果是树羊 树羊的人在 2022年 任人年 他走一个叫 紫威隆德行 这个是代表树羊的人 在2022年 又有新的发展 树羊的人 原有新的发展 是代表他没有安全感 没有一种成功的感觉 要继续的斗下去 所以树羊的人都是蛮疲倦的 结果就是我对羊的评论 树羊的人一般来讲 因为胃是在他的 这个年份的地支 是代表他的祖先辈 他的前身 承挤了大量的火土跟木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 比较思想复杂的一个人 所以承接着很多前身的东西 来到这一身 这个情况跟树羊就很不同了 树羊的人 天生是经历许主的人 我告诉你 很难见到一个树羊的人 说他疲倦 他从不疲倦 所以树羊的人 以前一定做先锋的 就是打仗 就是把他放在前面 因为他不用睡觉 所以树羊的人 今年犯太岁 冲得蛮厉害的 我告诉 我教大家 每一年 你看一个人好不好运 是怎么看的了 我在这个树羊的位置 我就公布这个秘密 由于2022年 是任人年 是水木的年 所以做成 只要生于秋天的人 就是分外的好运 生于秋天的意思就是 西里 8月8号 到到十月8号的人 只要两个月的人 是最好运 因为他们金多 碰到水木年 这个都是他们要走运的 所以今年最好运的人 我们不要用十月生肖来看 我们用他出生的月份来看 只要你是8月8号 到了十月8号出生的人 那么你的运就一定非常好 所以看来今年 所有的那个狮子座 跟竹鲤座的人 都为分外的好运 原因就是在这个点上 那么在今年 树猴子叫生 生的人呢 一般来讲呢 最好不要讲话 因为他们讲话 就很容易出事 所以树猴子的人呢 偏偏就喜欢讲话 一讲话就出问题 所以树猴子的人呢 如果他走运呢 通常来讲 都是小讲话 小问题 特别是男生 男生的猴子呢 总是容易叫来 吼叫叙飞 麻烦 女生的猴子呢 越老越有精力 越老越好看 所以树猴子的女生 通常来讲都比较长命 树猴子的人呢 当然我们讲 就是今年我们 树猴子的人 周围想到 我们的特首 我们的特首呢 今年是 一个很大的卷变 就是树猴子的 树猴子的人呢 今年 别有一变 这个是我的看法 因为树猴子的人呢 他先天圣里面 有一个有的心 有就是治疗的心 是一个经的心 那么这个是他 全身带下来的 一个医疗的心 服务的心 能够改变一些 环境的心 所以原则上 一个树猴子的人 去到哪里 哪里就为变天 哪里就为发生事情 所以树猴子的人 真的很奇怪 他去到哪里 哪里就 风云叫起 这个就是树猴子的人的特点 所以原则上 从几个角度来看呢 树猴子的人 我觉得不错的 就是 他是 既做风云的一个人物 无论这个风云 是好是坏 树猴子的人 去到哪里 哪里一定起风云 这个就是树猴子的宿命 那么在树猴子的 有功里面呢 是生很多润水的 今年是润水出头 所以树猴子的人 今年的运气呢 应该比较一般 所以树猴子的人 今年要守 没有什么大运和走 猴子 鸡之后呢 就是狗 狗呢 今年呢 叫树 树是什么呢 就是先天圣 很多泥土 很多泥土的人啊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心状病 因为心状的背识 就是这个血脉不通啊 一般来讲 就是这个树子人问题的 所以树狗的人 是天生要小心心状病 还有头脑 要小心 过分的落官 过分的不理事事 然后 小小的出错 都会带来大问题 所以树狗的人 太落天之命 有些时间 遇到危险 就不自知 所以树狗的人 虽然我怎样讲 但是他也改不了 树狗的人 我也是羡慕的 羡慕他什么呢 树狗的人 是很快乐的 他总是不为 自己不开心 树狗的人很忠诚 但是呢 很容易觉得危惧 树狗的人 在今年的运气呢 需要特别留意 因为树狗的人 今年别有一变 原因是因为 遇到老虎这个人物呢 会开了这个火的仓库 会变成火 所以树狗的人太明显 只要树狗的人 生在11月8号到2月3号 他今年就走运 因为他是生在冬天 所以他需要火 今年遇到人物 把这个树土开了火部 今年有火来了 而且是来自祖宗的 来自他的前生的 来自他的祖母祖父辈 所以树狗的人 今年如果他出生的育员 是润水或者跪水的 他今年会承受 一笔很大的财富 来自他的祖先辈 很大可能是 你的祖先楼下一个房子给你 或者楼一笔大钱给你 这种是树狗的人 今年很特别的一种状态 所以学生肖之中 今年树狗的人 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通常来讲 当爸爸了 当妈妈了 是年轻的一代 如果不是当爸爸妈妈 他们这一代可能会 突然间有一个新的事业发生 突然间有点深的功名 新的任命 或者新的发展 所以一般来讲 我觉得树狗的今年 这个火打开了 应该是不错 唯一树狗的人 今年不好运的了 就是生育6月6号到7月6号 就是火太多了 然后再点燃了 这个火的上呼爆炸出来 火太多了 人作为头脑不清醒 作为比较容易受骗 化解火多了 也是代表心状病 也是代表心体里面的健康出问题 也是水会被精干 那个肾脏的功能 动能还有耳朵 耳水不平衡的状态 结果树狗的都会遇到 树猪的人呢 是比较幸福的 原因树猪的人 是走一马功的 今年这个一马最旺盛的三个生肖 就是树龙 树老鼠 树猴子 这三个生肖去走一马 但是真正的一马星 通常来讲是树猴子 是今年一马排第一 树猪呢 今年很奇怪 它叫羁绊 羁绊的意思就是绑着这个一马 本来要去了就去不了 去了又为不了 所以树猪的人 今年为恩一马而烦恼 树猪的人今年很想去旅游 但是去不了 不能去 非常困扰 不能去旅游 是今年树猪的人的最大的问题 树猪的人一般来讲 喜欢运动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水木呢 会伸往我们的手脚 一个人运不运动呢 很简单 有木头来就运动 没有木头就不运动 木头是代表我们手脚 所以树猪的人 的腿是分外的灵光 跑来跑去 所以你看树羊的是不愿意跑的 原因木头进入了坟墓里面 那个木头不动 何来为运动 所以树羊的人基本是不运动 树猪的人很喜欢运动 今年树猪的人的运气呢 是比较特别的 第一 六壳 六壳是什么呢 是代表贵人 是代表很多人员为产生 人员就为产生财富 所以我看树猪的人今年呢 应该财富方面应该是比较丰收的 而且人员也是比较丰收 也是代表树猪的人 今年比较开窍 比较开窍 所以树狗树猪 这个呢 就是学生肖里面呢 我们所讲的最后的两个生肖 总括来讲 今年我们有几个点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 认人年 这个认是代表股票 也是代表核楼的水 所以现在我们不是面对一个大的这个 凯效吗 这个是代表2022年 那个水为兴起来 这个认水兴起来了 这个是2022年最大的特点 所以这个水兴起来了 有两个含义 一个含义是代表股票在动 股票在动的时间 是全年的涨态 第二个这个认水在动 是代表全世界的核楼的水 都会飘兴起来 所以今年水万为灾 这个是肯定的 第二个呢 这个人物认人年 这个人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为争望这个戊土 物土是排队五的 所以物土就是代表地产在动 所以我认为香港的地产还为新 新的房子大概新5到10% 5到18分比 如果旧的房子就比较吃亏 因为香港话多话小 今年这个一马年了 还是有点移民桥的 所以代表着房子是二手的 三手的 可能会比较回 5到10 到第八分比的percent 塑土呢 是代表地震 逢木旺的年都会地震 因为木可以磕土 所以今年我看唯有大型的地震 发生 所以今年真的是 在全世界都唯有一种天灾的状态出现 那么在全世界都有这种灾难的同时 我感觉 我还是觉得香港是福地 所以我认为移民的人要再三考虑 你为不为由一个龙飞到另外一个更小的龙 或者飞到一个更危险的地方 这个是我觉得2022年香港人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基于内地的朋友 我告诉你今年应该是最好的 原因是因为中国是生于贾牧 生于友越 所以它是金的一个八字 我不是说过8月8到10月8号的人最好吗 这个刚好都是中国的八字 中国是生在10月1号的 所以代表着中国2022年 应该是在财富走到露神功的上面 所以我觉得非常乐观的 看2022年 中国应该是最好的一年 所以从现在很多贪官污吏都下台 然后全国都有一些规矩 第二个规矩一定程度上是把以前不好的地方把它改正过来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2022年对中国是有利 去到2023年对中国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中国是假木运的 走到某木运是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到时候我在大家分析2023年中国运 无论如何全世界都掉下来 因为瘟疫 但是香港是掉的最少的 这个是我肯定 所以我认为香港还是我们应该常住在这里的最安全的风水宝地 对于内地的朋友来讲 有机会希望能够在同名店里面多买我的书来看一下 还有我现在的网站里面已经太多好的东西在里面 大家只要想我的网站都可以得到你需要的东西 特别我的电影 希望大家能够在网站里面看我的电影 如果你要买风水物饼 我们的网站也有这种服务 基于现在的淘宝网还有淘宝网 全部都是假的 都不是我的东西 我没有参加他们这几个机构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 我是有我的网站 所以大家要清楚什么是金牌的 什么是假物的 什么不是我的东西 那么同名店所有的资料在我的网站里面可以看到 今天就讲了节理 很感谢大家在这个普通话的几集里面 大家在追看 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有所收获 希望大家2022年能够过一个顺畅的心灵开放进步的 2022年 感谢大家 我们后会有期 恭喜发财 大家都好 1 6 1 2 1 2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